神啊,为什么人生有点难? 朋友平安,让我们陪你读圣经 一天一张,生命发光 今天来读历代志夏第33章 在西西家王过世之后 犹大的盛世也随着他消失的无影无踪 因为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 并没有继承爸爸敬畏神的心 反而盲从别的偶像 做了很多让天父非常生气的事情 幸好马拿西的生命也不是一路错到底 在经历了一场危机之后 马拿西重新回到了天父的面前 让我们一起来读历代志夏第33章 历代志夏第33章 马拿西登基的时候年12岁 在耶路撒冷做王55年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 那可憎的是 重新建筑他赴西西家所拆毁的秋坛 又为巴黎竹坛 做木偶 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 在耶和华的殿语中竹坛 耶和华曾指着这殿说 我的名必永远在耶路撒冷 他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 为天上的万象竹坛 并在心嫩子谷使他的人女惊火 又观照用法术 行邪术 立交诡的和行巫术的 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惹动他的怒气 又在神殿内立雕刻的偶像 神曾对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说 我在以色列各支派中 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和这殿 必立我的名直到永远 以色列人若谨守遵行 我借摩西所吩咐他们的一切法度 律例 典章 我就不再使他们挪移 离开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 马拿西引诱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以致他们行恶 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 耶和华警戒马拿西和他的百姓 他们却是不听 所以耶和华使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 用脑钩钩住马拿西 用铜链锁住他 带到巴比伦去 他在急难的时候 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 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 他祈祷耶和华 耶和华就允准他的祈求 垂听他的祷告 使他归回耶路撒冷 仍作国位 马拿西这才知道 唯独耶和华是神 此后 马拿西在大卫城外 从古内积训西边直到云门口 建筑城墙 环绕俄菲勒 这墙筑得甚高 又在犹大各坚固城内 设立勇敢的军长 并除掉外邦人的神像 与耶和华殿中的偶像 又将他在耶和华殿的山上 和耶路撒冷所筑的各坛 都拆毁抛在城外 重修耶和华的祭坛 在坛上献平安祭 感谢祭 吩咐犹大人 侍奉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百姓却仍在秋坛上献祭 只献给耶和华 他们的神 马拿西其余的是 和祷告他神的话 并先见奉耶和华 以色列神的名 仅借他的言语 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他的祷告 与神怎样应允他 他为自卑以前的罪欠过犯 并在何处建筑秋坛 舍利亚瑟拉和雕刻的偶像 都写在和赛的书上 马拿西与他列祖同睡 葬在自己的公园里 他儿子亚门 接续他做王 亚门登基的时候 年二十二岁 在耶路撒冷做王二年 他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 效法他父马拿西所行的 祭祀侍奉他父马拿西 所雕刻的偶像 不在耶和华面前 向他父马拿西自卑 这亚门所犯的罪 越犯越大 他的臣仆被判 在宫里杀了他 但国民杀了那些 背叛亚门王的人 立他儿子约西亚 接续他做王 被掳到巴比伦的痛苦经历 可以说是马拿西生命的转捩点 如果没有这场危机 马拿西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 天父真的是我们唯一的依靠 亲爱的朋友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人生好难 甚至心里会有些愤怒 但换个角度来看 也许生命中的每一个艰难 都在帮助我们 更认识天父的恩典与慈爱 也促使我们 更紧紧握住他的手 相信未来的某一天 当我们再回过头来 看这条路的时候 就会发现 原来每一个艰辛之处 都映着天父 与我们同行的脚步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求你在每一个困境中扶持我 使我更认识你的慈爱 也感受到你的同在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制服你 回机就是转机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为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